大家好,记录点击生活,广角天约朋友,我是草根小陈,每逢佳节被私心,这句话说的真的是没错。 前两天是端午节,我们休息不用做事,但是待在这个狭小的出租屋里面,我们的心情是压抑的不行。 心里的思绪还是不停地飞往家乡,想念家里房子的宽敞,带有泥土芬芳的空气,年幼还不懂事的三个孩子,年迈还得照顾三个捣蛋鬼的双亲。 分离的孤独和思念在此刻侵蚀着我们。 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会抛下孩子,让年迈的父母在老家带小孩,而两个人自顾在繁华的广州工作和生活, 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? 说实话,这里的繁华真的与我们没有丝毫关系,在外打拼的我们也是无赖之举。 增济何时,我们也曾憧憬着美好的生活,然而一切都被现实打败。 2008年的初夏,刚刚结婚一年多的我们,在湖北一个县城医院里迎来了第一个女儿。 初为父母的我们既欣喜又紧张。 孩子出生时因为脊带绕帛,在温乡里面待了三天,每天差不多一千多块钱的费用。 平安出来后,我天天抱着孩子,亲吻着他,不肯松手。 最后,为了生活,不到十天,我就要回到广州工作。 离开墙堡中的女儿,她甚至还没来得及完全认识我。 回到广州工作了半年多,我抑制不住思念,就让他们母子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火车,移到了广州。 这时的女儿已经是个小炮蹲了,可爱的不行。 从此,我每天下班,就可以看到我可爱的女儿,一刻也不想和她分开。 最后我们决定,让她留在广州,不要回家做留守儿童。 于是我和平姐毅然地盘下了我们工作附近的一个小店,并接来了我的父母打理这个店。 就是想一家人在一起,同时不让孩子做留守儿童。 当时转店的一万块钱,还是我们仅有的一点存款。 从此,我们一家再也不用分离。 从那时起,我们全家一起努力着,为了心里的憧憬美好,克服着所有的困难。 家里的房子刚刚装修完一年,家具,电器都掉下来。 母亲因为在广州水土不服,连续半年,吐得受不了,最后还是克服了。 以前在老家听着重鸣就能早早入睡的父亲,现在每天守着小店到凌晨。 老婆也一边喂奶,一边上班了。 可怜的宝宝每天也是等着我们,晚上十点下班了,紧紧搂着妈妈才能安心入睡。 但早上醒来,妈妈早已经上班。 她就和奶奶安静地坐在出租的台阶上,等待着我们下班归来。 那些年,每逢休息的时候,我们一家五口,爬森林,逛公园。 女儿每次都开心得又蹦又跳,那真是一段特别开心难忘的时光。 那时候我们在工厂里面,虽然工资不高,但是维持一家人生活,房租还是可以的。 虽然剩不了多少钱,但是快乐,幸福。 女儿一天天长大了,三岁那年她上了幼儿园,学费1500块一个月。 我们也没感觉到特别大的压力,早上爷爷也送她起床上学,放学的时候我们去接她。 那时候的大女儿真是享受了我们百分之百的爱,那时候她也真的是特别开心和快乐。 很快女儿就进入小学,为了给她更好的生活环境,我们决定送她公办小学。 当时赞助费就花了五万块,终取到为数不多的外地学生名额。 但是,最后我却发现,女儿在学校里面却越来越不开心。 她说,老师会经常说粤语。 同学们下课了也是用家乡话,自己很难融入。 孩子越来越孤僻了,更多的时候不是跟他们玩耍,而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。 那时候的我们也开始忙着工作,没有太理解孩子类型的想法和感受。 只能不停地让她听老实话,努力学习。 当她学习跟不上时候,我们还给她报了几千块钱的课外辅导班。 每天放学之后,她在那里要学习到晚上九点,才能回家睡觉。 现在看来,她真的是太辛苦了。 我们在广州的第五年,就明显感觉到经济压力越来越大。 一家人的生活开销不断增大。 打工的工资只能维持,基本开销。 父亲的小店也能勉强维持。 我们一家人甚至三年都没回过老家过年。 这时候的平姐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。 为了还能在广州待下去,我们最终决定自己创业。 拿着当时仅有的五千块钱,和她妹妹一起买了几台二手机器,开了一个小作法。 由于平姐有孕在身,半年之后我也辞职,回到了小作法。 做过服装人都懂,这种小作法是很难赚到钱的,因为效益有限。 从拿货、生产、对接都要亲力亲为。 努力一点就可能比打工稍微好一点点,稍不留意就会亏钱。 但是我们一直努力坚持着,希望属于我们的好运会到来。 2013年8月的中下,我第二个女儿终于降生了。 我们开始把所有注意力转移到老二身上,希望她能像姐姐一样开心快乐地生活。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到,老二不可能得到像老大一样爱护和关怀。 因为创业的我们,工作时间越来越长,留给孩子时间越来越少。 何况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。 但是此时,我和老婆的心愿还是说,我们一家人要生活在一起,一直努力地把我们工厂一点一点地做好。 我们做过的客户,对我们还是非常认可。 我们的货源也基本稳定,我们也在一点一点地扩大,所有赚的钱就投入进去了。 时间过得很快,老二一点一点地长大,开始上了幼儿园。 一有机会,我们一家人也出去玩一下,但是频率明显变少了。 孩子休息的时间也越来越晚,生活也越来越不规律。 在广州这个不业城,在我们这个高强度的工作下,那时候的我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 也发现孩子们并不是那么快乐,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趴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做作业。 一晃又过了几年,这几年间我们想过回老家创业,甚至在老家都建好了厂房。 但是,因为这几年,运气不佳,服装加工越来越能做,工人越来越能找,工厂还面临倒闭了一次。 这个时候我们脑袋又面临小生出,脑二又面临上小学了。 我们的老三,这个时候也已经一岁了。 虽然老三也在广州跟我们去生活,但是从出生一个月之后,他就一直躺在奶奶的身边,直到现在他每天都是跟奶奶一起睡。 那一年我们也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,在广州的生活也越来越难。 突然也发现父母也老了,他们来广州已经快十年了,这十年间他们可能都没睡过一天好觉。 为了照顾孩子,又担心我们,同时老人也特别想念家乡,想念家乡那种安逸,不用拼命的日子。 我知道我们曾经的梦想,美好的生活,完全没有实现。 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,一直在拼搏,但是生活的重担已经让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一家人留在广州生活。 经过我们和父母半年多的思考和协商,最终决定让孩子们随父母回老家,那是一个艰难的决定。 每当看着孩子那难过的脸庞,我们心里都非常的难受。 2018年的冬天,我们怀着十分难受的心情,最终还是让孩子和父母坐上了去往湖北武汉的高铁。 从此以后,我们相隔千里,每年见面两三次。 从此以后,有工作的地方没有亲情,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,思念和孤独将会陪伴着我们。 除非有一天我们能回到老家,可那时的孩子们已经长大,父母也老了,而我们也不再年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